上一期就说到,陆飞小队新加入了巨型青蛙横钢 不过,由于偏离了航线,距离司法岛还有多长时间,目前还是未知 而弗兰奇和罗宾已经被CP9的陆奇等人顺利押送到了司法岛 登岸的那一刻,弗兰奇彻底惊呆 司法岛的建造尤为壮观,宏大气派 因为横钢捣乱,陆飞一会儿和见人偏离航向,和弗兰奇一家暂时分开 弗兰奇一家驱动帝王布鲁拉着船,沿着轨道继续向司法岛挺进 路上偶遇了车厢奋立下来的山志和乌索普,将二人拉到船上 听说弗兰奇牺牲自己被敌人带走,小弟们哀嚎不止 不过,很快就有人传来了好消息 前方已经能看到不夜之岛,司法岛的光芒了 司法岛就在前面 所谓的不夜之岛,就是说那座岛上不会有夜晚,也有白鹿之岛之称 此时,火箭人也成功找了上来 双方人马终于会合 世界政府的大门也近在眼前,大战一触即发 乌索普见到路飞有点紧张 但路飞和乔巴是出了名的脸盲,根本认不出来 加上乌索普再给自己编了一套狙击之岛狙击之王的故事身份 胡吹一通,路飞乔巴都要被乌索普摔哭了 激动的浑身颤抖 你,你就是狙击之王 乌索普得意的说道,没错 我是乌索普的朋友,受他指托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路飞颤抖的说道 英,英雄啊 看到你的披风,我就想到了 你一定是个大英雄,帅子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英雄呢 乔巴瞪在了眼睛 原来,披着披风的就是英雄啊 路飞给予了肯定 就算是猴子披上披风,也是英雄 乔巴立即低上画板,请英雄签字 当然,除了他们两个人 其他人已经看出,这就是乌索普本普了 山珍坐下来和纳美党人认真说了罗宾的心魔 因为罗宾从小心中被植入了恐怖的记忆 导致他无法从涂抹令的阴影中走出来 所以,就算他们一群人杀到司法岛 罗宾也未必会跟他们走 路飞大吼一声,那算什么呀 康普把他们打飞了 巴立因为曾经维修轨道,到达过司法岛 凭着记忆,他将司法岛的地图画了下来 招呼众人,威过去研究 司法岛四面环水 整个岛屿旋在瀑布深坑之上 正义之门在司法岛的后面 要穿过整座岛才能到达 从司法岛的正门到正义之门 如果救不出尼克罗宾和弗兰奇 那就完蛋了 因为正义之门的另一边 就是海军总部和推进城大监狱 容不得陆飞行人折回去再战 必须得罗宾送出正义之门之前有个结果 巴立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说道 这一路走来,我很了解你们的实力 进入司法岛后 能以CP9一站的只有你们 所以,前五分钟你们要在海上按兵不动 由我们去打头阵 弗兰奇的小弟连一声附和 他们一伙人会率先冲上司法岛 撬开大门 让海上列车火箭人直接冲进去 这段时间 无论他们这些人发生什么不测 倒下多少人 陆飞一伙人都必须勇往直前 不能有任何顾虑 他们一伙才是最核心的战斗力 任务只有一个对付CP9 陆飞认真的点了点头 广播里响起了可可落泼泼的声音 司法岛的正门已经到达 而在司法岛的后面 大家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一个 比整个司法岛还有大几倍的巨型大门 这就是通往海区总部和推进城的正义之门了 按照作战计划 弗兰奇一家开船小队 和巴黎等造船小队先行一步 给众人开路 一场大战以处即发 说到大战 最近我玩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战略性手游 最近每次玩视频都要上线打几场 这里给大家安理一下 就是这款帝国文明的崛起 作为先锋军的童年回忆 再次玩的这种大型战略游戏 简直是爷庆悔 这款游戏的类型 比较类似经典的三国志加帝国时代 采集资源升级组成招募英雄 这些经典元素应有尽有 而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 是大规模的及时战斗场景 两军交战的画面 看起来真的是热血沸腾啊 而这款游戏的玩法也非常丰富 不仅可以走主线剧情 还可以自由的在大世界地图上讨伐叛军 喜欢战略类游戏的玩家 快来和先锋军一起来大战一场吧 大家临行前发现陆飞又神奇的消失了 想让陆飞按照计划行事 那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陆飞则已现所有人一步 跳出列车 爬上了司法岛外面的栅栏上 巴黎等人都气死了 这小子刚刚明明点头了 好像听进去做这计划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听进去 无所谱白白手见怪不怪 陆飞那个家伙 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等五分钟呢 弗兰奇一家的拆船工 赶快准备出击 撬开大门 让海上列车通过 陆飞这边已经翻过栅栏 飞上了司法岛的大楼了 对着街道眺望 守得外面的海军和特工们 发现陆飞 立即开枪射击 陆飞索性直接翻进了城内 一边大笑 一边在城内撒腿狂奔 司法岛内部 CP9长官斯帕达姆 拿着一张报纸 针对自己的三个部下训话 这三人也都是逗逼 脑袋最大的家伙 名为猫头鹰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 也不是活服 用艺术老前辈的话来说 这小子嘴巴比棉裤腰都怂 嘴巴上长了一条拉链 也挡不住他泄密 本来十分证明的作战计划 被猫头鹰全部泄露出去 导致上头 太给他们的安上行动失败 气得斯帕达姆高声怒骂 坐在猫头鹰旁边的长胡子 名叫加布拉 另一个不住道歉 并且扬言要切服谢罪的 名为未娶 人物各有特点 让人过目难忘 门外的海军 立即向城内的守卫 以及CP9长官斯帕达姆 报告有人入侵 斯帕达姆一脸不屑 不过是一个入侵者 干掉他不就完了 还个蛋 守卫们看到路飞 涌上前去 准备将他拦下来 电话重新的海军 歇斯底里的喊道 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个入侵者就是草帽路飞 守卫们吃了一惊 不过路飞已经出手了 他跳起来 飞出两个脚 踢翻了两个守卫 其他人还不敢相信 电话重新的海军 再次重复了一句 是那个宣传机一翼的海贼 草帽路飞呀 路飞冲进守卫人群中 一顿疯狂输出 转眼间 就将一群守卫全部干掉 罗宾在哪 斯帕达正门 一个巨大的黑影 由上空压了下来 海军们抬头一看 正是两只帝王布鲁 拉着一艘巨大战舰 一炮轰在了大门上面 路飞突破了第一道门 来到了第二道门 又是一通大闹 接着 在一群守卫 重脸懵逼中 翻过城门 跳入城内 这时 斯帕达姆坐不住了 狙击一个海贼 也太嚣张了 完全没把世界政府 和斯帕达放在眼里 简直是对我们的羞辱 路飞前脚刚翻进城内 后面弗兰奇一家 和船公们的先前部队 就到了 在正面 和海兵们厮杀起来 两个方块女 撬开大门 接着 弗兰奇一家的 三个大力士上前 将大门推开 一行人 浩浩荡荡的 向斯帕达的主岛攻去 主岛的大门 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军人族门卫 哼海二将 本来这两个货 正睡得香甜 被外面这么一吵 醒了过来 翻过城墙 跳到门前 我还没睡醒呢 赶快打发走他们 继续睡觉吧 虽然不知道 你们来干嘛 不过 如果不想被我们猜扁 就赶紧回去吧 弗兰奇一家愣了半天 都逛到这里了 总不能临阵脱逃吧 三个大力士 互相看了看 点点头 掏起武器 硬着头皮冲上去 结果 被两个军人族 直接秒杀 瞬间倒地不起 我们是天生的战斗民族 跟粗犷的人类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段位 弗兰奇一家的 小兄弟们见状 已经抖成一片 但是 依然不想退缩 这可是关系到 自己老大生死的战斗 也是关乎到 老大名声的战斗 不能怂 周然海沙声一片 冲向大门 军人族门卫起大棒子 一招横扫前军 一棒子将这些 像蚂蚁一样 密密麻麻麻的 小人击飞 大家前赴后继 前面的人倒下去了 后面的人马上就位 为了维护 弗兰奇一家的名号 奋不顾身 一名小兄弟 骑上巨大的帝王布鲁 直接扑向两个巨人 军人稍稍一用力 就让两个帝王布鲁放倒 但是 这并没有让这些 小兄弟们退缩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 想要救出弗兰奇大哥 唯有打开这道大门 所以 就算是搭上性命 也要给后面的人 制造机会 两个方块女 跳上帝王布鲁 用解体传制的技巧 接着巴黎冲过来 用绳索拉住巨人的头发 巨人吃痛 向后面养过去 另一个 变成小组的小兄弟 跳起来 对准巨人的脑袋 就是一炮 巨人被放倒在地 船公们奔过来 用钉子 将巨人的脸皮 头发 死死的钉在地上 大家默契配合 成功锁住了一个巨人 另一个巨人被逼急了 大概所有的身体能量 都用来长肌肉和身高了 没什么脑子 一锤子下来 直接砸在了 自己同伴的脸上 这让众人士气大增 在士气面前 什么力量都不足为惧 众人向第二只巨人 围棱过去 陆飞侵入驻岛的城堡 瞬间被大群海军 和特工包围在其中 众人持枪扛炮 陆飞默然的 看了四周一眼 捏了捏纸关节 他们陆飞 我们这边可是有一万兵力 你带了多少人 陆飞回答 只有我一个 斯帕大摩很乐观 没有人会傻到 将导舍一万多人挑战 然而在驻岛前线 海军已经损失了500人 而且伤亡还在持续增加 陆飞像一枚人形出草鸡一样 充入人群 就是一顿收割 斯帕大摩的办公室 陆琪等人刚走进屋内 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随即在房间里蔓延开来 胡子哥加布拉站起身 一脸不屑 你的态度更嚣张了 陆琪 陆琪面无表情的回答 你也更白痴了 加布拉 加布拉脸色一变 站起身就要动手 卡库和卫曲赶忙拉架 这一时 大脑袋猫头鹰突然站起身 冲向卡丽法 卡丽法一脚穿去给公牛头 公牛头一拳头又穿给卡库 卡库和陆琪一人一脚 将圆滚滚的猫头鹰打倒 这是猫头鹰特有的六式游记 手和 利用此方法来测量出 自己之外其他人的道理 如果一个普通的持枪海兵 道理是十 那么卡丽法拥有630道理 公牛头有820道理 卡库2200道理 陆琪则足足有4000道理 加布拉一听不乐意了 这算什么测量 一点不官方 而且有弄虚作假的成分 陆琪的道理 怎么可能搞得那么离谱 猫头鹰肯定的回答 大家都变强了 目前 CP9的道理排行 卡利法最低630 猫头鹰800 位取800亿 公牛头820 加布拉2180 卡库2200 陆琪4000 顺利排行一目了然 陆琪是当之无愧的CP9老大 加布拉气得不行 自己居然输给了两个人 越想越丢脸 卡库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陆琪则讽刺到 一条野狗而已 乱叫让人心烦 加布拉大骂陆琪 一只怪猫 人一时风靡浪静 退一步 越想越气 两人各自变身 准备动手 猫头鹰跑过来爆料 加布拉昨天 刚被一个 长得像如画一样的服务员甩了 现在 岛上的卫兵们都知道这事 所以啊 他心情不好 烦躁易怒 加布拉慌的一批 这事怎么岛上人都知道了 猫头鹰得意的回答 是我说的 加布拉的气焰终于被浇灭了 一场内讧 戛然而止 斯帕拉姆愤怒地批评众人 总是为这些没意义的事情计较 众人玩到过后 准备进入正题了 斯帕拉姆作为司令长官 首先对陆琪等人 五年来的卧底工作 表示了表扬和慰问 并准备了两颗噩魔果实 作为奖励 门外 罗宾回忆着和藏宝团在一起的一幕幕 内心无味杂陈 可能自由的日子就此结束了 以后就要在漫无边际的黑暗牢房中度过终身了 斯帕拉的主导 陆菲为了找到罗宾 还在和一群海兵周旋 而弗兰西家 终于绊倒了另一只巨人 众人冲向大门 齐心合力将第二道门打开 大家伙 是时候了 海上列车火箭人中 可可罗婆婆用广播向众人通报 列车即将到战 决战时刻就要来临了 索罗睡足了觉 已经准备好拔刀了 海上列车就这样笔直的 向司法岛冲去